而为了开创收封箱新的观光景点 花莲先议会并且安排了会刊行程 6号先议员黄兴市邀集了相关单位 前往收封箱山岭段七七高地 来听取各单位的说明 同时也听取地方的需求 七七高地是已废弃的军事设施用地 是很美的制高点 可以看到回南花莲港东海岸重谷 为了开创观光景点 先议黄兴 林哲思 财经 李正文 县府观光处 建设处 地震处 收封箱公署 东莞处 国有财产署 农业部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来听取说明 那如果说县政府有要获用的需求的话 那等到行政院核准之后 之后就是我们再议会定的话 可能再终止 有部分的土地它坡度有点超过 那之后我会将这个图子就给观光处这边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保安年有靠近我们那个台11线 台11线这边 所以依照我们的规定是必须要开那个解除省议委员会 现在黄鑫 林哲氏 李正文原料村长简福奇 以及秦瑟峰下面代表孔志冠也表达立场说明 这些横花了180 360度的转弯都可以看到紧 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那谢谢我们还有张美慧 我们处理到现场来 谢谢李正文 李彦特地来关心 你听说这边也有原住民成株 原住的土地 那在国土规划的部分 这个部分都化为什么区 可能我们事后再请县政府多加以关心 看这个地点是不是也可以来比较事发高地的一个共同来做开发努力 非常地仔细地来讨论 那研究看看要怎么样 然后做适度的开发 那如果就是环境的保护跟教育 还有一些观光的活动 我们一定要都要兼顾 国土计划施行之前的这一段 事实上我们要了解的是 我们花莉县政府在规划台11线这一块的所谓 在观光油气用地的这个部分 到底能够满足我们现况产业使用吗 但是有美中不足的就是地目问题跟开发的问题 四八高地可以开发的那么漂亮 因为闲置空间的在利用 我们也不要什么大肆的去利用它 你把它开发 我们就现有的一个现况 做适当的去开发 把观光客带进来 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黄金表示 地方繁药已经6年多久的地方需求 主要是要让县府中央单位 来实地会看现场 同时也听取大家的意见 共同来研议未来的观光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